热点时评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珠海越野车冲撞惨案震惊高层 死伤者重 民众指官方隐瞒 作者 钱朗 波蒋 夏秋年 广东省珠海市发生的越野车冲撞事件惊动了北京高层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此案做出要求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的批示 珠海警方通报称 该事件共造成78人死伤 但知情人士表示 实际死伤人数可能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11月11日 一名男子驾驶一辆越野车 高速冲入珠海市体育中心外围的人群 造成35人死亡 43人受伤 事发后 肇事司机62岁的樊某被警方迅速控制 习近平罕见地对此案发表严厉指示 敦促各级政府加强风险防控 确保社会稳定 珠海某企业管理人员周先生周三接受采访时表示 肇事者因假离婚导致财产归前期 最终妻子离他而去 因此心生怨恨 决定报复 他说 这个事情被定性为恶意事件 习近平主席也做了批示 这个人假离婚成了真离婚 怨恨社会 破坏珠海航展重大活动 成为重大恶性事件 这在珠海市从未发生过 珠海市公安局的通报称 肇事司机樊某与前妻因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多次诉诸法院 并对判决不服申请再审 案件正在再审中 不过 警方在稍后更新的通报中删除了上述内容 据目击者陈先生描述 当晚7点半 珠海市体育中心田径场内 聚集了6支徒步队伍 约300人排列整齐进行夜间锻炼 这些徒步者大多为附近居民 年龄在40至70岁间 大约晚上8点 一辆越野车突然闯入体育中心跑道 沿徒步队伍高速行驶 既为减速 也为鸣笛 车从后方撞向徒步者 一些人当场被撞飞 现场混乱不堪 亲历者陈先生回忆 他听到巨大的撞击声后 迅速跳入绿化带逃生 侥幸逃过一劫 但目睹了数名队友受重伤甚至死亡 包括一位53岁女性队长 陈先生回忆 事故发生约20分钟后 警方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 但救护车数量不足 医护人员只能进行简单急救 随着增援力量陆续抵达 伤员被转送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和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据珠海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死伤者分别被送往珠海市人民医院 湘州区人民医院 遇难者被送往殡仪馆 该人士称 实际死伤人数应不止78人 现在无论遇到什么事都隐瞒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 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的一张照片显示 珠海市人民医院的登记资料上 肇事者樊维秋62岁 辽宁锦州人疑似自残 导致颈部胸部多处出血 颈部肌肉和血管受损 出现失血性休克 蔡慎坤表示 该事件源于一场假离婚 她称 这个人因做生意进入失信名单 破产后用假离婚来保全财产 所有财产化归妻子 导致她被逼上绝路 蔡慎坤补充说 事发时 樊某的前妻也在人群中 她原本想撞死前妻 但人多难以辨认 最终陷入疯狂 珠海市政府内部消息称 死伤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 蔡慎坤认为 实际死伤人数应超过100人 不止35人死 40多人受伤 日本驻华大使馆 在事发次日发布安全警告 提醒在华日本公民保持低调 尤其避免在公共场所 大声用日语交谈 以防引起注意 尽管未有日本公民 在珠海事件中受伤 但驻华大使馆指出 中国境内近几个月 暴力事件频发 呼吁侨民保持警惕 近年来 中国多个城市接连发生暴力事件 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引发关注 今年10月 上海一超市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致3人死亡 7月 长沙市一辆车撞入人群 造成8人死亡 11月11日 杭州市发生小型客车撞人事件 导致1人死亡 4人受伤 中国层出不穷的极端事件 不仅引发公众不安 也凸显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写人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